哈囉大家好我是RT 又到了我們三個月一次的心煩焰火實踐 這一季要看的作品實在太多 所以這次的焰火推薦又要分成兩集來趕工 下半部同樣會在明天的早上10點發布 還請各位多多支持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 如果覺得這類影片還不錯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當然也可以加入會員 每個月贊助RT多喝兩杯飲料 不不鬧 先加入會員太麻煩的話 也可以直接點擊超級感謝斗內給我呦 首先第一部就是擁有超長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故事一開場咱們的主角就發揮了社會人士的獨有技能 茶言觀色 幾分鐘的時間就知道這國的王族不是什麼好東西 只有前面三位被召喚來的遁職勇者們 還被蒙在谷底 然後就是咱們主角的技能實在是太便利了 這個網路商店居然還可以直接投幣 現代刷卡還要打密碼跟簡訊認證 這個投幣功能實在是快捷又方便啊 而起碼就瞬間傳送過來 完全屌打現代網購 劇情方面更是出乎意料的有料 不管是在王國間戰士的鋪陳 還是主角在找護衛時克服跟他說 因為種種原因 最好是將金河拿捏高一點 如此嚴謹之細節果然是社會人士啊 殊不知這麼細節的劇情居然是一部美食番來撤 後面就是看主角怎麼大顯身衛 製作各種現代料理擄獲護衛的未更新 而他能不能算是一部合格的美食番 就要看他怎麼切高利菜 看看這個濕濕紛紜的刀工 我看是超過100分 而這邊護衛隊長們的對話其實也相當纖細 讓人看得非常舒服又有趣 最後就是那隻惡哈了 他會有什麼下場自然就不用我多說了 再加上MAPA製作的高品質畫面 真的是非常有趣又好看 本季霸權一世界番之一 那麼讓我來介紹本市的贊助廠商 Z-Crew 是一款非常Hardcore的射擊遊戲 對喜歡挑戰與競技的人 絕對是戰士而不過的射擊遊戲 現在只要點擊資訊欄裡的下載連結 或者掃描QR Code就可以下載遊戲 而且新手只要使用促銷代碼 HAPPY REBI 就可以獲得Hawk 突擊步槍破片手榴彈以及5萬銀幣 而這款遊戲採用5對5的快節奏對戰方式 強大的角色動作設計 多達74種的武器可選 整整29個角色還都有各自特殊的技能可以使用 怎麼C4操控無人機的 那個隊伍組合搭配的豐富性 多到我都數不清了 不過最爽的還是可以坐到車上 拿著那把重擊槍狂掃對手 根本就只有爽而已 說不是他們的戰鬥背景 也不是隨隨便便用紙幅的 除了操擬增以外 還可以破壞場景啊 爛樂都說它是一款Hardcore遊戲了 其中最Hardcore的就是它有TK系統 它的子彈不會穿過你的巴巴 而是會真真切切的打在你的隊友身上 但是這也是跟朋友組隊一起玩最有趣的地方 當你開心的開著車念過你的其他四個朋友的時候 絕對會讓你笑到翻過去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上線排不到對手 全世界有多達兩千萬的玩家等著跟你廝殺 還可以加入四足對戰時用語音溝通 甚至還有為農曆青年專門設置的活動 菲尼克斯行動 透過簡單的互相送禮物就可以獲得各種道具 甚至還可以獲得傳說中的菲尼克斯幹員 如此佛心的射擊遊戲我還不馬上手刀下載起來 現在只要點擊資訊欄裡的下載連結 或者掃描QRcode就可以下載遊戲 而且新手只要使用促銷代碼HAPPY RAPID 就可以獲得Hawk突擊步槍破片手榴彈 以及5萬銀幣 數據跟電腦都可以玩哦 魯邦6 講述魯邦是如何變成射鬼的傳奇之路 劇情基本上是大概 因此13歲就用爸媽的錢帶同學上酒店 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而他們槍神次元大界從國中開始就會對其他同學開槍 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對吧 不然是要怎麼變槍神呢 而這次他們兩個最佳搭檔成了傳說中的國中同學 繼續聯手冒險的史詩故事 當然就連開車這種小事肯定也是魯邦他爸的朋友在夏威夷教他的 是不是魯邦他爸真正的意識是要他成為一位正直的人 結果你看看他現在都成了什麼樣 假昏靈就炸賭開殺我樣樣來 幸好他還知道不能買大麻 難得開車這種小事都難不倒他了 開快艇這種吐口水在手上的事情 肯定也是他爸的朋友在夏威夷教他的 而魯邦一事就是教他當小偷的爺爺 二事則是叫他當正直人間的爸爸 而他們的三世就是不想走別人安排好的路的叛逆少年 因此他是介於正直與不正直之間的薛丁格的魯邦 一正一邪就是魯邦三世的魅力 不過這部動畫的妹子真的是設計的相當不妨媚 跟名為不二子的女人一比那是天差地遠 只能說跟他的畫風一樣非常的古代 但是這部動畫還真是意外的蠻有意思的 是毫不掩飾的抽煙畫面 國中生去酒店也直接來 相當有舊時代動畫的奔放感 有看過魯邦的人不能錯過的有趣作品 間諜教室 簡單來說就是史上最強的間諜 盡心挑選了一批吊車尾妹子 要把他們訓練成最強間諜 然後去執行不可能的任務 整體作畫相當優秀 妹子也是花了美輪美歡 就是這個劇情都會有小說改編的通病 在短暫的二十四集裡要盡可能的演出重點 自然就會省略一大堆劇情 第一集看下來就是四平八文 文的有點沒什麼爆點 有種一直在走劇情 妹子的個性都沒什麼介紹到的感覺 就沒了一集 然後就是老師在解釋他到底怎麼輕鬆做到 妹子們都辦不到的間諜技能的時候 基本上他完全不知道要怎麼教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他太強了 做什麼都憑感覺 也就是與生俱來就會了 而他這邊又舉穿衣服的例子就不太對了 人類可不是天生就會穿衣服 像我女兒就要我教他怎麼穿衣服好幾次 他才漸漸學會這麼穿衣服 所以這邊應該用呼吸來舉例會比較適合 因此這部也告訴我們 厲害的人跟會教人的人是兩回事 最後就是所有老師 以幹掉老師為目標就對了 有種殺手教師的感覺 身體氛圍還行沒有太特別的演出 不相信人類的冒險者們好像要去拯救世界 一起完全就是解釋所有人的痛苦過去 主角被冒險團隊的隊友誣陷 逐出團隊 又被女友戴綠帽 不過這兩個細節動畫都沒演出來 只是輕描斷寫的呆過 法師則是婚約者被情敵搶走而遭到拋棄 同時又遭到退學和逐出家門 最後是一道沉迷賭博 神官則是被一個愛不到他的屎樂樂 邊遭他被神官侵犯的罪狀給逐出了城城 後來流落街頭的神官來到了一間旅店 好死不遂的就碰到了一位 這麼大的老闆娘 還有腰疼的老毛病 這個時候肯定是要請神官大人 好好的幫他治療治療 而且是現代才有的物理治療 但是你怎麼可以跳過如此重要的治療過程呢 可惜了 像這類黑暗過去做成18家版本 應該會更加的解釋與有趣 不過他們神官真的很會挑 居然挑了一個這麼大的 年齡越高某些技能等級也就越高 這位太太真的是聖母來著 互相治療之餘 還送了神官一大堆東西 最後就是龍女了 被最重要的人奪走了珍貴的龍族秘寶 大概是裡面相對沒有那麼慘的一個 最後不相信人的四個人 又再度相信了其他三個人的冒險故事 劇情省略相當多細節 賣肉也沒有 戰鬥也不強 作畫品質也不怎麼樣 只有劇情勉強有一點花樣 勉強再看看他還有什麼花招可以玩 而這部轉身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就不太一樣了 一開場就有流暢的戰鬥場面 故事強述轉身到異世界的主角 各種沉迷於魔法道具的研發 更最新於光輪兩千始祖的研發 還利用魔法劍將普通劍傷不了的灰狼給大血八塊 殊不知他閃得了灰狼的攻擊 卻閃不了父親大人的舊英白骨爪 這位父親肯定不是正賢之輩 不過最後還是被他給掉頭救走 結果另一位重要的女主角 馬上纏遭姨女遊戲的套路劇情 選氣就要血大德 公主他弟擅自取消了婚約 選擇平民作為妻子 他也有各種騎士團幫平民妹子說話 原來又是反派千金的異世界之旅 幸好真正的老公即時空降救場 還用看的就知道千金被取消婚約 不愧是我們現代的人類 就這樣直接帶走千金遠走高飛 不負其待的是一部蠻有趣的作品 可以看看 槍神 童年個人非常喜歡的神作之一 我的桌子旁邊還供奉了他的PVC 劇情一如既往的又搞笑又現實 一發子彈可是能敵兩片必殺的 而槍神跟水晰魔女就是完全的相反 咱們出角是傳說中的不殺之槍 通常只會逃偶爾反擊一下 但是不殺其實比殺還要難上千萬倍 第二集的劇情也改變了挺有意思的 不管是想殺他的村民 還是來殺他的壞人父子 咱們威西斯坦畢特通通都要救 而且要村民幫忙一起救 完全的貫徹Love and Peace 其實就是現代社會最缺乏的 用鼓勵代替責備 用稱讚代替嘴炮 世界就會更加的和平了 當然這都是漫畫裡才有的理想像 還是有很多人從根本上 就是他媽無可救藥的 不過這麼威西的外表跟一些人物設定 基本上是完全大概 尤其是左手的異姿直接不常了 開場就秀給大家看 最令人髮子的頭髮垂下來 依舊是我無法理解的 應該是故意之後再把頭髮束上去 來做犯差的用意吧 如果不是的話還真是有點不好接受 還有就是開場的大奶妹妹 被改成了酗酒淡定大叔 雖然也是蠻有趣的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再換回來 除此之外 其他演出都非常的優秀 相當流暢的戰鬥場面 華麗破表的爆炸表現 精湛的動作分鏡 不愧是寶石之國製作的3D OP也相當好聽 沒看過的人可以看看 最老粉們就要接受那大量的改編才行 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 本季填使人不常命的戀愛動畫 逛OP就直接填到我餵食道逆流 故事專門的標題就已經告訴你了 冰屬性男子是真正意義上的冰屬性寶可夢 簡單來說就是神梅跟雪女的後代 愛上了一位面無表情的同事的故事 一開場雪男就因為第一次上班 而緊張的腳背自己給冰足 最後在女主溫暖的哦恰之下 順利地解開緊張 就是這麼簡短的虛寒溫暖動畫的演繹卻是那麼的舒服 殊不知兩位初次上班的新鮮肝臟 就是那麼好死不死的在同一間公司又坐隔壁 果然是動畫才會有的劇情 妖狐的後裔什麼的也是隨處可見 而且他們都在傳說中真正的佛心公司上班 未來肯定無可限量 後來女主為了幫雪男解決歐偷下雪功能 常常造成喜歡的花結霜的問題 親自去買了OP裡的哪個稻草 還特別為了不造成上班尖峰時期他人的不便 特地做了壽班車到公司 如此暖心之女主雪男早就勝水了吧 還不趕緊給我手刀帶回家 於是雪男為了回報 整整找了一個星期的超人氣甜點 看到這裡我的胃食道逆流 已經開始複直膜的小腿了 本季充滿正能量相當溫馨又舒服的職場戀愛動畫 因砂糖師與黑妖精 Sugar Apple Fairly Teru 一開場就甜到不行的各種砂糖 再加上美輪美奮的媽媽 太太我好喜歡你啊 結果此話一出這位太太的玄疾叫魂歸西天 絕對不是我的鍋 只剩咱們女主一人闖蕩江湖 不過沒關係我可以等 只要等到女主也變成太太的時候 咳咳咳咳咳咳 後來闖蕩江湖的女主馬上就救了一位奴隸妖精 注意看這女人太狠了 輕輕一腳就把妖精獵人給踢得能養馬翻 我想這一腳應該注入了不少的念能力在裡面 後來女主跑到妖精賣場 看到這裡不禁又讓我想起了風淑娘評鑑指南 不過這不是一部正經的戀愛殺堂犯 是沒有那麼寫實的內容的 就這樣女主買了一隻非常擅長戰鬥的妖精 不管是在戰場上還是床上都非常的驍勇善讚 尤其是那張嘴更是厲害 當然我是指嘴賤的部分 就這樣兩人一起履行的史詩集愛情故事 當然途中還是會碰到一些中世紀暴走竹之類的 也是相當稀鬆平常的事 不過很意外的是這部的血居然跟糖一樣都是噴不用錢的 當然還有另一部分是治糖的故事 不管是一個人治糖的美輪美幻 還是兩個人一起治糖都相當的甜 整體作畫相當優秀 劇情也穩紮穩打 可以一看的戀愛劇場 Buddy Dadys 殺手奶爸 本季少有的原創動畫 一開場的重機聲浪非常的誘人 根本就是被重機耽誤的殺手動畫 說不知人殺著殺著突然一通幼稚園打來的電話 你叫寶貝感冒了快來接他 是的這就是本部的核心 反差反差再反差 兩位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 更重要的是去接他們名義上的寶貝女兒 這個倒敘法來開場其實蠻有噱頭吸引人的 還有就是這個我最愛用的翻譯 那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主角的人其實本來是室友 剛剛那個殺氣A殺手頭髮很多的時候也是相當帥氣 更厲害的是身爲一名職業殺手收邊一隻酷了貓 也是很正常的事 結果就當你以為這貓是重要角色 甚至会从纸箱跳出来 教他们怎么成为职业杀手的时候 他就被丢回捡来的路边了 不过最吸引我的 还是路边的这两位小姐姐 尤其是那个蓝毛 在这个平安夜里 我觉得会让你平平安安的 而就当你以为 他们要去做快乐到会脱衣服的事的时候 还真的只有主角数到脱衣服 于是在介绍了主角一些人格背景之后 真女主终于堂堂登场 没错 这就是一部骗人生女儿的故事 台湾的低声欲虑 就靠他来救了 幸好我已经有两个女儿 完全不受影响 不过这女孩儿设计的 真的是相当可爱 后来的战斗场面 也是相当流畅 BGM更是吓得有模有样 不过我还是要问 这么厉害的防弹 拖盘子弹 还会自己追踪到拖盘之上 你到底是去哪买的呢 本作充满了各种 美丽与残酷的对比画面 杀人与麦蒙同时进行 而刚刚被杀的对象 就是女孩儿的爸爸 主角对自己 无缘的孩子充满愧疚 却对于杀别人老爸 是毫不手软 也完全没感觉 可说是相当的讽刺呢 最近的原创动画 是真的都蛮强的 可以看看的一部有趣作品 我以前变成狗 被喜欢的女生捡回家 本季最强的脉络动画 众神眷顾的男人 二我就不多多介绍了 看他还能够把 史莱姆玩出什么新高度 这季生女生下的第四季 更不用我说了 看就对了 悬映风武高中公道部第二季 金阿林出品依旧是那么的美轮美奂 剧情就很看个人喜好了 正进化果实都能出第二季 游戏人生的粉丝们全都 哭晕在军心的帽子里了 本季依旧是开低走低的节奏 机主孵到第二季 还是一样崩到烂的PPT动画 这都能出第二季游戏人生的粉丝们 嗯 但我没说 魔王学院的不是任者 后面省略 是的 那个爱叫人唱歌的魔王又回来了 我们又可以看他各种耍帅虐人了 不过一开场就是什么众神之父 说要受以精灵神职什么的 这总开局我在理事界里可是看很多哦 不过幸好马上就被魔王给阻止了 不然大家就要去批战集合了啊 那咱们的心依旧是传说中的 情乐master 动不动就要自杀IP对方就范 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的情乐 如果有他就再情乐一次 本作真体表现比上一季要好 可以看看 为了养老金去一届纯八万金 故事讲述家里死到剩自己的女主角 无意间传送到异世界 下定决心连家人的份一起活下去 然后就被异世界的人给捡回家了 话说这种古代世界居然款待客人吃肉 是有这么富裕的吗 后来女主马上就跟村民混熟 还跟阿梅亚一起去采蘑菇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死狗前来找他 千军一法之际女主学会了传送技能 就这么靠着哥哥给他的知识 将死狗们给宰了 只要说女主类哥哥的记忆实在是异常的深刻 动画就是动画 普通人水手就可以杀狼什么的 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就这样让他想到来回异世界赚钱的方法 那那第一集剧情没什么爆点 作画品质也有点低下 不太喵啊 且看后续剧情如何 万事屋摘腾到异世界 故事讲述生前是万事屋业者的摘腾 去帮别人开索 结果不到一分钟就打开 并要加七千日币 马上就被客人嫌弃 才一分钟都不掉就要说七千年 这边对于奥克的描写实在是太写实了 于是来到异世界的灾腾同样帮助团队各种开索 但是在这里就过得相当充实 毕竟他不只会开索 连盔甲都能修 而队伍里最搞笑的就是老头了 有见忘证设定的他完全就是搞笑制造机 但是他也算是有情有义 在队友都挂了的情况下 独自带着棺材回去 还一把所有人的装备卖光 就为了复活他们 真是太敢了 能你做事吧 而这部作品是以各个小故事集结而成 所以一集里面会有多种不同的体验相当有趣 尤其是异世界杜亮恒的由来 更是让人笑到喷叛 一码的拉加等于30公分了 你各位30公分的小明 脑袋那么聪明 应该知道是为什么了 看起来异常舒服的又距离世界翻 欧叫AE大小姐实况与解说 虽然又是AE大小姐套路 但是这次却是透过现实世界实况的 远藤跟解说员小林 他们两人的对话 来作为神子让游戏里的王子无意间听见 进而得知AE大小姐 其实只是非常傲娇的好人 从而回避罪恶结局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他很大 将发展新手法跟上时代 可说是相当有趣的剧情玩法 可以看看 最后就是大学海的凯娜 第一集开场就展现了强大的奇幻世界观 故事又在一个世纪末 人类只能靠鬼道术生存 而住在上层的主角村庄 只剩寥寥寥树人 甚至还要抓虫来吃 肯定是受到风之谷不少的启发 后来在众人的闲聊中还说到 抓来吃的虫是在补天魔的破洞 而且最近的虫有越来越少的迹象 那么你们还敢他妈抓带软的回来吃啊 而且最终还有个标语爷爷 各种解读以前的标语却完全不知道意思 由此可知以前又是一个 有日语文明存在的世界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下层居然还有人居住 甚至下层的人类还相当的多 而且还有余力战成一团 直到少年凯娜跟王女莉莉相遇之后 就这么开始拯救世界之路 整体世界观非常的神秘庞大且新颖 全作客使用3D制作品质也是意外的好 对奇幻世界有兴趣的人 绝对不能错过的有趣作品 那么今天的验货就到这边 我是RT 这期的原创作品都蛮强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